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文季先生下了天牢 何某特来畏畏 是啊 季小兰入狱 这样大快人心的事 何大人怎么能不来呢 季先生误会了 何某听着这个消息 立刻前往刑部打探 意图营救之策 季某想知道 何大人 您这营救的办法 想出来没有 难 真的是太难了 刑部说了 说这件事他们管不了 是福康安奉皇上秘旨行事 连何大人都救不了我 那我算是死定喽 实不相瞒季先生 为了《红楼梦》这本书 皇上龙颜大怒 皇上说了 凡是藏欲传钞客印销售者 一律下欲问罪 你可这事 让你继继续给撞上了 你可 真是可悲 可态 可恨 何大人 皇上也看了《红楼梦》了 这藏 月 它可占了个月字 皇上也看夏天了 好吗 不许回说 皇上根本就没看过 这我就奇怪了 皇上都没有看《红楼梦》 他怎么知道这是一部反书呢 怎么会下旨密查呢 是你举报的吧 是又怎么样 这是我们做陈下的责任 这本书明摆着反清复明 不进行吗 何大人 季晓岚我奉旨修四库全书 天下的书少说我也读了一半了吧 我怎么就没有何大人这种觉悟 我怎么就没有看出它是一部反书呢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你别老拿着玩哔哔哔哔的 我问你 这一篇文章好还是不好 一部书是不是反书 究竟是皇上说了算 还是你说了算呢 你再想想 你围观这么多年 你老惹皇上不高兴 至今很少有机会晋升吧 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这个 这个 我倒想求教一个何大人 喂 你早这么谦逊斯文 何至于落得如此地步 是是是 何大人 那你看 我这病根到底在哪儿呢 真想知道 真想知道 那把这玩意儿先拿开 听我说 你的问题就出在你 总是自作聪明 当然 你要自认为比我聪明是吧 何某从来不计较啊 不会计较的 但是你要是认为自己比皇上还聪明 你比皇上还高瞻远瞩 还入目三分 还慧眼如炬 还敬畏分明 那你还算是真聪明吗 你这叫聪明反辈聪明物 你这是玩火呀 你还想火中取利 那能不引火烧山吗 听何大人一番话 圣读十年数啊 实至今日我也算明白了何大人的围观之道了 何大人 您既然道行这么深 那叫我如何走出这水火天牢呢 这事说难也难 不过说容易也容易 这么着 你只要把曹雪芹的那幅圆画 秦夕兰草图交出来 我可以到皇上面前去周旋 哦 怎么说何大人认为画上的提诗是反诗咯 当然 十逢三五便团圆 满靶青光护玉兰 贴上一轮彩捧出 人间百姓仰头看 知道 这说的正是家家销馆户户声歌 当头一轮明月飞踩宁辉 曹雪芹借月舒怀 一颗赤子之心 沸腾于斗牛之间 接吏于云霄之外 这丝毫也看不出什么反译啊 说完了 完了 可皇上不这么看 皇上认为这首诗 写的是明月在天清光谢地 这不明摆着暗欲反清复明吗 这简直是强词夺理 季晓岚 讲话不能口无遮拦哪 你刚才是在说谁啊 说谁 说你 别是在说皇上吧 要不要 我当场给你笔录下来 你在上面画个鸭呀 何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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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拨弄其间 要送季某上西天呢 好 记下来 你也别光说我 想想你自个儿 想当初林青州查药方一案 你差点要了和尚的命 重新积虑 续谋已久 公报私仇 驾祸于何 何大人 你真的要置季某于死地吗 行了行了行了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何某即便有这份心思 我也没这个胆量 我只不过是替皇上办事而已 是是是 季某真是茅塞顿开 慧之晚意 晚意 晚意 何大人 您念在季某一贯忠诚于皇上 要是初犯 能否 望开一面 难啊 太难了 可是我相信 何大人您一定是有办法的 别别别别 事到如今你别给我带膏 何大人呢 何大人 何大人 不是不是 我跟你实话实说啊 如果这件案子 仅仅关乎钱财 那我和尚花点银子打点一下 没事了吧 何大人 可这件案子非同小可呀 不是不是 事关社稷安危 何大人 何大人 还惊动了皇上 那我怎么办呢 没辙 我也是着急啊 看不看什么 我见不得你这份可怜性 是 是 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肠软 对 要不 等皇上回京 我再替你求求求 可是皇上他去泰山了 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多做一个月少则二十天吧 何大人 你还让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吗 那有什么办法呀 可是我这 魔法如山哪 何大人 你 你 他只有委屈你一下了 这个鬼地方 也是够委屈你的了 来人 有 给季大人再酷一腾稻草 是 要不然晚上会冷的 对 会很冷的呀 是 那我就走了 好 自个人多保重 多谢何大人厚爱 何大人您慢走 何大人 您吃化煤吗 什么化煤 化煤 化煤 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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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hahaha 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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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hh 哈哈哈哈哈哈 那批好的 应该的 你 需要